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是跟猴岛对话当中就是大家 比较有火药味吗 可能文倩姐就是 文倩姐的访问一项就是比较 你前途已经毁掉了 文倩姐听清楚不是我说的 文倩姐是一个有仇逼报的 是因为跟李敖大哥是个朋友嘛 这也好爱恨分明嘛 他说李敖说的李敖说家晖自助 有仇不报的人这是有恩不报的人 所以我有仇一定报的 这是李敖李大师的逻辑 但是我觉得文倩姐有另一面 他可能骨子里未必是同意李敖的 因为我前一阵看见他写的 微博上写的另一篇文章 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 有谁惹了你忘记了就算了 免得心灵不舒服 李敖嘴巴也是这样说 微博上总是要这样说 心里惊叹一下 到底侯孝贤说他什么了 他就问侯导演 包括说网友的批评的上面 包括说他问说侯导演 小时候有些比较没有那么念书不错 但是他就是平性上 你知道小孩子皮吗 偷过钱啊什么 但是侯导的爸爸妈妈已经 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 他说那你现在有这么大的成绩 小时候偷过钱 你爸妈妈现在对你会觉得骄傲吗 这样那侯导不想讲这个部分 所以就带过 但他就一直问问了四次 就今天只要问到他的理由 然后又问说 我看到你的这个字幕上面 打上了司机的名字 这个是不是表示 你特别就是感激下面的 你的电影是字幕上 打上司机的名字 是不是特别感谢这个下面 这些很基层的 这些帮助的朋友 然后他应该 我想文天姐想引导出的 就是侯导是个非常注意 每一个细节的 每一个阶层的人 但是侯导说 这是规矩 电影上就是得打这些人的名字 所以网友就是这样骂陈文天 那文天姐当然就是有他的一个问话 网友就觉得 文天姐可能就不懂 比较骄傲一点了 或是比较不懂的问话的方式 照这么说 他这个猴胆 完全也是这个英雄默问出处 其实他自己愿意说的 他说做流氓出身 那怎么了 但是人家猴胆电影里还有一句话 流氓在我心里是什么概念 流氓是保卫我们村庄的 所以是啊 因为流氓是我们这个长大的年代 我经常说嘛 我在香港湾仔区 都是流氓黑社会 我就感觉流氓啊 他们黑社会 所谓的江湖 这两个字嘛 帮忙 意气嘛 有没有意气去帮忙 可是重点是说 你帮我 我帮你 你违反了帮忙 这个期待叫规矩是不对的 可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陈文倩是没有错的 一点都没错 问这种问题是可以带出很感性 很动人的内容 错在假如真的有错 错在哪里呢 坦白讲 我觉得是好导 好导 也不然说了 有性格 因为台湾啊 其实内地香港都有一些导演也行 特别导演 导演总是觉得自己是神的 我忘记是哪个好莱坞的导演说了 他说我们一定是自大狂的 你是神 整个故事 每个大明星被你安排调动 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导演 特别拿了找 你觉得是神 人家问你这个 你就打 他有些导演 有些名人啊 就不打 不理你这样子 哎 你那当主持文套最专业的 对 你主持要尊重被访者 被访者 也要尊重主持的那个那个面子 不能这样 我记得我以前在北以经啊 不讲名字 有个大明星女的哈 反正我是主持嘛 不晓得我问过 问到也有问题后说 讲一下我对他的电影的意见 他那回答是这样的 那是你的看法而已 我觉得我心里 当然是骂 骂骂 骂 擦擦擦 这样子 骂师话了 对 可是我觉得哎呀太太太怎么讲了 没有修养了吧 不给你面子了 对啊 大家在同台 你可以说我哎 你的看法不一样 我的看法可能是我的看法 他有他的表达的想法 那我告诉你 这对于我们这个大陆的人来说 他说这个话是客气的 是还是客气的 这是你的看法 这很客气了 我碰到的那 拍案而起的 你见过吗 没有了 约嫁的 你见过吗 这个就 当成还是事后 不是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 真叫秀才遇照兵啊 现在你有些场合 你比如这次香港书展也是 他们说呢 过往是马家辉主持 对吧 今年的马家辉不去了 然后就找了一种网络上的 电视台的视频的那种女主持 也是跟侯孝贤他们对话 但你知道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旅春不对马嘴 你比如说我听 我看他们微信朋友圈传的那个 就来了 比如说讲周国平 说跟那个说 你们知道周国平是哲学大师吗 他的粉丝有多少吗 680万 我觉得这就叫后现代 他这个不该在一块的人 全到一块去了 这也有意思 所以咱们这个跑题了 咱们今天还得说正题 挑事没挑成功 咱们今天说正题 就有些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出现了一些咱们觉得不寻常 比方说 你们俩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女儿 是吧 所以可以说说 现在我们河北省那出了一个事 河北那有个县 叫宁静县 宁静县公安局的书记 不是书记 政委 叫陆小丽 这么一个陆政委 陆政委他的女儿 现在被称为大义灭亲 他女儿举报他 就是实名举报 现在实名举报很多 女儿举报 而且就说举报他父亲 这个通奸 私生子 这就是生活作风 你这个党纪都有问题了 结果呢 当地的这个纪委就决定查 你知道中国这个事情 你举报你爹有生活问题 问题在于呢 这一查有可能会查出其他的问题了 比如他举报 甚至就说 说我爸老哥 我感慨啊 就说我这吃饭不花自己钱的 从来不花自己钱 胃里边全是酒水 胃里边全是酒水 泡大的 现在这家伙一举报 他爸爸被查 这个作为女儿 你怎么看 我觉得第一 那个如果我们再看 仔细那个他们俩过去的关系 妇女 只是他们第一个一项的关系 他们大概从那个女儿小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亲情上的妇女关系了 因为那爸爸不是为了要有第三个小三吗 所以和他的妈妈 第三个小三 那个小九吧 就要有小三 要跟小三在一起 所以就跟他原配 就是等于是这个女儿的妈妈就离婚了嘛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跟这个 虽然住在一起 但是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亲情 他说自从他那个小三生了一个儿子之后 所以他这个名义上的弟弟出生以后 这个爸爸更对这个女儿是不闻不问 一直到他现在考试啊 毕业啊 要找工作什么 都是他妈妈一手把他扒大 所以他 我觉得他跟他爸爸之间 已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 妇女感情 是那种 我们想象中很黏腻的亲情 而是说他们已经 其实之间已经有点点形同没入 只是DNA上是这样 然后我们会有个名义上的探望 或是名义上 我还是得叫你生爸爸 所以当他爸爸做这件事情 让他看不惯的时候 他去举报的那一个 我们心理上那个纠结 我觉得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 我觉得是假的 因为特别 他现在举报内容 关于什么通奸啊 小三 我们都可以想象 就像又婷刚说 他其实一定是感觉 他父亲伤害了他跟他母亲 他根本没有这个亲 等于他这个 举报报 对他来说就是报仇 因为复仇 对 复仇 这个不难理解 反而我觉得这个 不难理解 反而刚好今天两天台湾发生一个事情 对 什么事 台素集团的这个对不对 对对 台素集团 你知道那个 王友清一手创立的台素集团 最近呢 砍掉了 一个晚上砍掉了20个老城 就是为台素卖命很久 包括总经理等等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被举报受贿 就是跟厂商有贿赂 而这提供资料 就是那个厂商的儿子 对 他也是举报自己的父亲 说他贿赂那个 理由是什么 对啊 理由呢 理由是因为他们两个互相 就是要争生意 儿子出来自立门户 然后呢 觉得爸爸抢了他的生意 所以干脆我就举报你 对 哎呦 这儿子跟老爸就是争利啊 争利啊 对啊 所以理由是他要争利 他觉得 我要强调他的生意 当然啊 这个表面新闻是这样嘛 可是在这个厂生意以前 我觉得一定是两个人 就感情上面不好 不然的话 一家人呢 我们可以合作啊 对不对 父子嘛 有什么不好谈 可以合作 有时候事情可以倒过来看的 收回刚刚那个案件 这种不仅在这样案件 在很多事情都是 女儿为什么不这样倒过来想呢 那为什么你父亲没有干脆 跟你母亲离婚呢 可能就是为了你了 或者为什么离了那么晚呢 坦白讲很多家庭是这么 我为什么不离婚 我为了孩子 就是为了孩子 有时候是男的为了孩子不离婚 有时候女的也是 我本来想跑掉 抛开这个人渣 老公 可是为了小孩 你倒过来嘛 其实父母之间 不一定他们感情不好 不一定是你妈妈全对的 不一定是你父亲全错 可能你父亲因为保护你的小时候的感觉 你父亲为了付出了那么多 当然违法是不对的 他检举人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嘉辉的立场 他就是比较清明 因为他不在内地的这个环境里 你要在内地的这个舆论场里 那你一说公安局政委 他女儿举报他 他肯定是个贪官 你说他们会沿着 他很少想到家庭 有家庭他具体的委屈 比如说有人就讲了 这个知识分子最爱聊这个 说不能鼓励这个女儿举报父亲 因为就说中国人讲究一个叫亲亲相隐的原则 就说这样你这个一家人之间都互不信任了吗 甚至都想起了文革 但是我又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题目也很尖锐 就是说你注意到没有 假如他父亲仅仅是贪污 当然咱不知道他是不是贪污 正在查 就是说假如他父亲是个好父亲 不是离婚 也没有找小三 假如他父亲仅仅是贪污 仅仅是贪官的话 女儿会举报吗 没错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还原到本质 跟什么大义灭亲 没什么关系 这是私情灭亲 这还是私情 就是说他父亲对他 你看他后来他接受记者采访 这一说 我就说你别老想什么公安局政委不政委 这是家家户户 他说 1999年 你看一个女儿这么理解这个问题 他说1999年 我爸骗我妈 骗我妈签了离婚协议 那为什么你妈就会被骗了签了离婚协议呢 他不管了 骗我妈签了离婚协议 我妈呀早就知道她在外面有女人 可就是为了我不让我单亲 我妈一直在将就 她当时着急跟我妈离婚呢 就是想获得自由身 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逢源 而且还不影响升迁 她可以两个女人 但她要离婚 但是呢 离了婚 她跟我妈还是实上保持着夫妻关系 还住在一块 直到跟另一个女人 2009年跟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然后呢 她跟另一个女人早在2001年 早在八年前就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呢 八项规定查得越来越严 她害怕了 就又赶紧跟这个女的 办了离婚手续 但在很多公司里面 这个结不结婚不是很有关系吗 不是说在日本公司里面呢 如果你要被申请 你得赶快结婚 这为什么日本男生 到最后宁愿相亲就结婚 因为你结婚代表某一种稳定 在日本的文化里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公司里面 他觉得你会长久待下来 那郭台铭也是 他通常申请 他一定希望 把你老婆什么都收买起来 如果你是跟 这个跟 红海里面的人结婚的话 那对郭台铭更好 因为他觉得 什么叫红海里面 就是那个 郭台铭不是红海的集团吗 对 就在他公司里面 如果你夫妻双方 都是公司里的员工的话 那你的申请机会很大 因为你很稳定啊 你们两家都吃我的饭 那你们俩又结婚 你这样一联姻下来 如果我觉得你是个人才 我就一定申请你 那如果 所以如果我意思说 如果你要算计一下 说我想要在红海做到很高 我得找一个红海的女孩子 我不是去外面走 郭台铭就等于家庭王国了 咱们就去下广告 恰恰恰恰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history 这个嘉辉发言之前 咱们先看看一组图片 咱们看看这个关于这件事情 你看形态都上了 记忆监察网了 就是纪委认真调查 这个公安局小丽的问题 在前面不是吴小丽 陆小丽 然后你看他女儿晒出了 他女儿晒出了父母当年离婚的这种民事调解书 你再看他爸比我还小一岁 这个南方离婚协议 这个孩子归谁等等 南方自愿将家庭内的所有财产给子女方和孩子 谁谁谁 然后你看就说现在这陆政委自己也喊冤 他说纯粹是我女儿和我这个前妻这一方 争财产不均 但是这个女儿你看 为什么这个女儿最后 我觉得父亲对女儿 他这个说的到最后都是说 他生了那个儿子之后 我都上了大学 他从来不为我骄傲 他从来不来看我 你想想这是什么情绪 小朋友9岁10岁 小女生9岁10岁离婚嘛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怨恨有多 渊源有多早 他想23岁13年的事情 对一个孩子的影响 你想想看那个巴雅 这是最危险的事 对吧 因为一般说 假如你说担心小孩 你离婚 小孩的年龄 9岁开始是最危险的 9到15之间 因为他小一点的时候 习惯了 你可以比较容易替他死脑 他不会那么感觉受伤害 可是再大一点 他成熟了嘛 搞不好他自己都离婚了 那中间9岁到15岁之间 父母亲离婚呢 最难以处理 不是说不应该离 你要加很多的辅导啊 什么关心啊 特别离婚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嘛 你双方父母亲不要说坏话 比方说小孩离婚 比方说你是小孩 我跟文涛 不是这样 我是小孩 你跟文涛离婚 你不要在我面前说妈的坏话 你不要在我面前说妈的坏话 一说了那个离婚的伤害是最大的 那很多技术问题要处理 但是而且呢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啊 这个独生子女啊 尤其是这个8090后的 你知道我不妨跟你讲 我有的这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 他呢 前一阵跟我讲 他就找了一个90后的小朋友 那么当然就是会闹不好啊 闹不好 他就发现一点呢 就两个人就是没法继续的时候 这个90后的这个小朋友啊 就喝大了酒啊 就跟他闹 怎么闹都可以啊 闹到最后 他就觉得突然说出一些个 他完全想不到的话来 就是说这个孩子 怎么那些有一些特别怨毒的东西 就是说 你跟谁谁谁 你们那个做的那个 挣的那个黑钱 你们谁谁谁的 这个怎么买卖 我都知道 说你看我要把你弄的 这个身败名裂 我全 后来这个酒醒了 当然这个孩子就会 都是年龄相差很大 但这个孩子就会跟他道歉 说我不会的 我是吓唬你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就很惊吓 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一面 平常小鸟依人的 后来这个孩子 跟他说出一番话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想起我对现在 特别小的小孩的一种观察 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子啊 就是独生子女 你注意了一个问题没有 比如他在那玩这个iPad 或者他玩一个玩具 你说别玩了 别玩他 他不理你再玩 然后你不得不强行拿走他 你这个时候 你看他本能的反应 这个孩子 你这一拿他 啪就一下子 他本能的就打你 不管你是谁了 不管你是谁 父母就啪一下子 就是他本能的 我就想到 后来这个 我这个做生意的朋友 这个90后的女朋友 就跟他讲 他说我们现在谈恋爱 就都是这样的 就是就是说他 就是说失恋了 你来直往 经常90后 独生子女之间 失恋了之后啊 到最后甚至就 就会打 甚至就是恶狠狠的 就是说 我要再强奸你一次 你要我强奸你一次 我才能放过你 是他有这么多情杀 或者说我要把你的那个裸照 你看为什么 我手里有你的裸照 就是他最后有一种 心里有那种 玉石俱焚的感觉 如果得不到 我就弄 我就弄死你 他有一种特狠的东西 你说这个是不是 跟现在独生的这种 太自我中心有关系呢 那当然一般是说独生嘛 比较被宠 被照顾 那别忘记 还有一个现实的基础 他方便了 有网络嘛 以前你有种种的 还有他有网络 现在还有检举的 对不对 以前的这种事情没有吗 可是当 纪律没有那么严格 执实 没有那么关注的时候 他投诉无门 他说投诉之后 没人理 现在他有种种的 我经常强调 谈到这种话题 我都强调说 别忘记外面的工具 那个平台 对我们的提供的方便性 会把很多东西引出来 难道我们没有怨恨的地方吗 我们以前 循来说也跟女朋友分手 心里想象过几遍 把她砍几刀 兼直吃 怎么都想 兼直吃你都想过 想一下 可是不敢做 也不会做 也没有那种方便性 没有手机 没有照片 没有平台 因为那个方便性 是让你很容易 会做种种的事情 所以这个回 我们谈远一点 也是为什么 美国经常说 不应该给大家 那么容易买仓 因为买仓 除了要来防卫以外 你有仓在手 你就会使用他 他本身就会勾引你 诱惑你 他这个陆小丽的这个事 他女儿好像还说过一句话 就他觉得他爹 这些年头脑不清醒 你看女儿教他爹做人 他说我就这样一巴打醒他 对吧 对就是说 他只有摘掉了官帽 他才能清醒 我觉得这也是 这也是网路上看来的话 就是这些话都 都是你网路上常常会 会有这些 我们现在这个贪官做多了 我们也会有很多网路的报道 我昨天访问了一位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最近访问了一个 受害者的家属 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说 我跟你讲我不要钱 我只要公道 对 我就在新闻热点上的 一个受害者家属 然后他到最后就问 我说那这样 对方处理的怎么样 他说 我不要钱 我只要公道 我这句话 我知道 或许你真的要公道 也或许你真的不要钱 但是这句话 我听起来就觉得 好像每个受害者家属 怎么都会讲这么一句话 我不要钱 我只要公道 我不要钱 这是一个我觉得被训 被媒体训 我看电视看久了 如果哪天人家访问 我肯定会这样讲说 我不要钱 就是他没有那种 就是没有一般人会讲话 他也可以说 我跟你说 我不想要这个 就是他有起作语言 而不是媒体语言 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语言 会被训练 所以像网民也有媒体语言 你知道某些问题 你用一个很致死的回答 然后你就会回答他 所以我觉得像他这个回答 也是个被训练出来过的回答 其实 是你网络文章看多了以后 你可能就会知道 我要这样讲 然后可以表现 就会不会女儿 我总在想 比如说一个父亲 他要是对妈妈不忠心 找别的女人 女儿会不会有一种 类似于他的女朋友的这种感觉 就是跟他妈妈站在一个立场 觉得他爸爸是个坏男人 因为女儿通常感觉是 崇拜父亲的 甚至有人说妇女之间 就是一种什么情人 那他爸出去找了别的女人 这个女儿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应该不是女儿子吧 不过他女儿也有讲 他说我小时候最讨厌看到 这个同学的爸爸来接他 最讨厌同学跟我讲爸爸的事 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不想跟你讲 所以显然他们从小 他从小这个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记得今年高考作文题吗 就有一个就有个女孩是在哪的 举报他爸 他爸也是个公职人员 但是举报的理由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这个女儿举报他爸爸 高速上开车打电话 说老也不改 你知道吗 这个你再看23岁女儿 就因为这个就是他爸 这是他爸 老开车打电话 他女儿说谁劝都不听 说是为了爸爸的安全 把爸爸举报了 受到处罚 然后这个你再看 这个这是他跟警察 当时报案的时候的对话 警察说你为什么要举报亲爸爸 你多大了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习惯很不好 我实在很担心他的安全 我今年23 然后你再看 今年高考作文题 这个就叫爱心姑娘 就是他难倒了很多学生 那些学生做不好作文 就去骂他 骂他 你看他还回骂 你再看 他回骂 说随你们怎么骂 只能证明你们loser 说什么这个 只要高考就是什么强者 你们此生也就只能学挖掘机到蓝祥了 作为90后的我 有家庭有事业 是吧 究竟谁更惨 怎么 don't care 就是 有时候这种举报 这是要 当然他就没有成本了 他自己有家庭 有事业 他举报 他把可能也真的是为他安全 我想起前一阵子 香港有个例子 那个 一个儿子带女朋友回家 经常回家的 那女朋友好像只有15岁 然后呢 儿子就出去上班 那些什么样不在 然后呢 他老爸呢 就常见呢 强报了这个15岁的小孩 女孩 给他强报 那结果后来那个女的 就跟他男朋友哭诉了 男朋友呢 就叫他报警 报警 也是大姨灭亲嘛 对不对 你强报我女朋友 那重点是那新闻后来没有跟进 那大家好奇是说 那个女孩只有15岁了 去你家睡了 那假如你爸等于是两个罪 第一个强报 OK 不管几岁都不行 第二个 他未成年 那你带未成年校女去你家睡 那一抓起来 不是 那你儿子其实举报父亲 男朋友或许也有问题 对啊 也有问题吗 这个正是大姨灭亲也灭亲 年辈子节 到最后你最后你两父子一起坐了 你就怎么办 你知道吗 因为难道对除非他很清白 那你可能也很清白哈 可是一般常你说 哎 那个女朋友经常去你家 所以可能你还是非常也发生性关系了 可能没有了 我我不知道 那可能没有 可是可能没有吧 所以他才敢鼓励那女朋友报警 哎 又婷你我问你一个就真正的伦理问题 就是说哎 假如这个你你的 当然你的爸爸是好爸爸 就假设说他爸爸也不是重婚 没有是个很忠实的父亲 但是你有一次发现你爸爸强奸一个妇女 嗯 你你你是见证人 你作为女儿你看到了 你会举报他吗 你就让这个音乐过去吧 就去玩笑吧 我得想 我可能要想个两集 再回答大家 你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一个人类的问题 我只能说啊 在很多种文化下 你不举报 也不会和讲 也不算有罪 算不算包庇的 算包庇吧 我刚才讲 算包庇吧 没有你不举 嗯